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你好 你好 我是我的妈耶斯文家 你好 我是那个伍斯诺的妈妈 你好 我在鸡蛋 你就是斯诺对不对 属于你有一个关键词 可爱小耳朵是什么意思 可爱小耳朵的意思就是耳窝 戴上去之后就能让我听到 所以你现在戴着的这个就是可爱的小耳朵对不对 对 可爱小耳朵是不是也有一首属于你自己的歌 给我唱两句好不好 你用一双可爱小耳朵 难听的声音撒满了个角落 我用一双可爱小耳朵 可是没了一双可爱小耳朵 可是没了一双可爱小耳朵 没了我的 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叫吴思诺 今年九岁 她和爸爸妈妈还有七岁的妹妹一起生活在上海 很难想象 歌声这么甜美的她 竟然是一个先天失聪的孩子 九年前 刚出生五个月的思诺 就被确诊为大潜艇倒水管综合征 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第一次做妈妈的忌丹 在经历了短暂的迷茫和慌乱之后 迅速理智和坚强起来 排除万难 给女儿装上了人工耳卧 倾全家之力 陪女儿度过了三年的康复期 思诺三岁半的时候 身为钢琴老师的忌丹 发现女儿对音乐特别敏感 她又力排重义 开始教女儿弹钢琴 带给她巨大的惊喜是 先天失聪的女儿 居然拥有万里飘一的音乐天赋 绝对音高 从此之后 她倾注全部心血培养女儿 六年过去了 小思诺不仅可以口齿清晰地说话 唱歌 在钢琴上也斩获了多项大奖 季丹用她的精力证明 只要付出努力 美丽的遗憾 也可以变成命运的馈赠 属于你还有第二个关键词 钢琴老师兼妈妈 怎么会把钢琴老师 放在妈妈这个身份前面 我在诺诺身上 可能扮演老师的角色可能更多 因为我每天就围绕着学生 要么就教她 所以我每天的时间都是被钢琴老师这个身份给占用着 只有到晚上了 大家洗漱睡觉了 那个时候我才拥有他们 变成他们的妈妈 好 你们在家里都在哪儿学钢琴呀 在那边 好 带我去看看呗 好 是有一个专属的空间吗 对 它是一个隔音房间 很少会在家里有这样一块屁出来的空间 原来住的那个房子比较小 然后一台琴确实很扰明 我们就定制了隔音房 根据我们家空间到小定制了 差不多这么大 正好能放一台琴 人能练琴 然后老师也能坐里边 为了方便女儿上学 季丹一家刚刚租住了这个靠近斯诺学校的房子 而他们之前的居住环境比较狭小 但是为了给女儿营造良好的恋琴环境 她不惜牺牲居住空间 专门定制了一个专业的隔音琴房 作为钢琴老师 她对女儿在钢琴上的培养 从胎教就开始了 我一直一直在上课 那你一直教到什么时候呢 生她的当天我还在上课 就白天我在上课 然后晚上九点多 她就开始发动了 太厉害了 胎教就有这样的音乐 灌输给她 又带这么多孩子 你觉得斯诺出生之后 她在音乐方面 会跟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吗 一般小婴儿都是这样的拳头的 胎出来是这样子的 胎出来是这样子的 弹琴的手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天赋了 对不对 男生一会儿就变成钢琴手心 特别好玩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决定要教斯诺 手把手的教太太钢琴 其实她在我还没怀孕之前 包括我是小姑娘的时候 我就想过这样的孩子 一定要学情好好练 就不管她是男生女生 对对对 都要把你的钢琴的这一个 音乐细胞延续下去 对对传说给她们 但是因为我女儿也学过钢琴嘛 学钢琴 教钢琴 钉钢琴 真的非常伤害亲子关系 没错 没错这点她很清楚 问斯诺 妈妈做老师 钢琴老师的时候凶不凶啊 就是从小妈妈觉得我可爱 就舍不得凶我 然后大了之后就舍得凶我了 有没有动手打过你啊 有啊 真的啊 一般是什么样的啊 怎么打 一般是轻轻打一下手背 但是在记录了妈妈的时候 她就会狠狠的打 哦 听起来还是一个严格的老师 都说家长陪着孩子练琴 非常影响亲子关系 季丹也告诉我们 陪女儿练琴时 她是非常严厉的 但她也很注重调节孩子的情绪 赏罚分明 在小小的隔音琴房里 斯诺还为我们打开了 她的宝藏之地 那平时如果你弹琴表现好的话 妈妈会给你奖励吗 对 有哪些好东西奖励给你 就在妈妈的屁股下面 哦 在这个琴凳里吗 对 在琴凳里面 来 我们打开看看啊 都有什么奖励 这些小礼物拿出来 你看这个是打地鼠 打地鼠 对 然后这个是俄罗斯方块 哦 还有这个是计算器 起来计算器 背面有个玩的地方 啊 就是那个小猪猪走迷宫 对不对 对 原来妈妈其实对她还蛮好的 来 问一下诺诺啊 这么多奖杯里面 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呀 我们看看 2020年度潜力之星 这是走模特 哦 你看上面还有几块人 宝石 哦 她还会走模特 对 因为她做了手术 然后那个她前庭失调 有那个不平衡 走路会晃 然后她刚做完第二支耳窝手术的时候呢 她晃了三个月 像喝醉酒一样的走路 然后我们无论走到哪儿 都得拉着她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所以呢我就带她去那这家中心那边去 学走模特 叫她一点走 走稳 不要晃 其实也是为她康复在做一个训练 对对对 我向再接受康复 斯诺是两岁时装的第一支人工耳窝 七岁时 为了让她像正常人一样去用耳朵 妈妈季丹排除万难 给她装上了第二支人工耳窝 这也给本就拥有音乐天赋的斯诺 在练琴的时候带来了更大的帮助 几年间 她先后斩获了李斯特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金奖 小邦国际少年儿童钢琴比赛 中国区一等奖等好成绩 还从全国十万名行童中脱颖而出 得到和朗朗同台演奏的机会 还有哪是值得给我参观一下 还有呢 你看 小书房 哇 这么多书 是的 这个空间是你想要给他们打造的吗 对 当时我看这房子 我就最喜欢这一角了 因为本来这个房子就有这样一个空间 当时他们是拿来装杂物啊 装鞋子的 我就觉得说太可惜了 好好的一个空间啊 然后呢 我就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呢 把书全部弄过来 我就认为这里应该是一个书房 一个属于他们小朋友的书房 他们可以自己私人空间 他们进来 我们大人是觉得有点矮了啊 但他们小朋友完全 琐琐有余在这里边 对 就等于在家里打造了一个图书馆 对 我听说你有一个梦想对不对 成为音乐家就一家 这是他自己想要未来努力的方向 他自己很喜欢写曲子 他说我的脑海里每天都有很多音符在飞 然后他就把它给写下来 写在那个五线谱上 他自己写了四首曲子吧 前三首曲子我觉得太难听了 然后一次书的曲子我就开始认真地写 他就这样一大地半音音间练习曲 所以以后你会把你自己写的曲子也放在你的图书馆里吗 是的 这是他的梦想 他每次一看这堆书就想 什么时候才有我的书呀 什么时候才一本是写我的呀 因为会有很多音乐家们莫扎特的书啊 巴赫的书啊 甚至也有朗朗的书 他说什么是由我 你看就这里 哦就在这里 以后有一个空间就是留给你的 为什么一个家中要有两架钢琴啊 因为平时我我上课的时候他都练不了琴 所以在楼上都给他弹 哦这是专属于诺诺的琴 是吗 是我的生日礼物 哦 是偷偷给我买的 真的啊 是的 而且为了给我买一台线角琴 妈妈卖掉一台白琴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们家里之前有两排那个历士琴 但是呢因为他以后要想做专业呢 就得练三角琴 因为三角琴跟历士琴 它的发力完全不一样 历士琴就是我们刚刚在楼下看到的那种 对对对 哦 因为它是竖着敲的 然后这种三角琴它是很平面敲的 它发力啊那个力度都不一样 嗯 那诺诺这既然是属于你的专属琴 你今天就用这一台钢琴 给我演奏一首你最近最喜欢的歌曲好不好 望进楼 食堂灶 包宫长城砖凤爪 中和殿跳三跳 鱼长剑客殿钟响 食狮子 数不清 大上领着陈咬金 龙脉给敲大钟 夏侯将军战双龙 迎信术 磕俩好 关宫树洞睡大觉 正阳门 剑如流 点尾且战不怕钩 七霞锯 大门开 富贵荣华滚滚来 滚滚来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哦 怎么会想到一边弹一边还念诗的 是本来就这么安排的还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 他自己即兴的 这是他书中看到的一段诗 他觉得特别好 在这 就是这个水晶寻宝剑 你就看完之后 就把他背出来了 在这 哦 就是他自己在图书室里看的书里 对 他自己看的 截取出来的 然后觉得特别适合这个钢琴 他就觉得特别好玩 就是特别有节奏感 然后他就把它融入到曲子里面去了 哎 太厉害了 斯诺的即兴表演 柔和了小女孩的天真 和天才情童的从容自信 着实令人震撼 也让我们对他的妈妈季丹 更加好奇 把一个先天失聪的孩子 培养到如今这么优秀和阳光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属于你有一个关键词 天赋向左 命运向右 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因为他有绝对音高 绝对音高 是什么意思啊 绝对音高就是 他听到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教他唱歌 然后打开五线谱 他看着五线谱 就能够唱得跟钢琴 一模一样的音 比如说我们学唱歌 可能就会唱不一样的调嘛 就可能起高了或起低了 他不会的 只要你给他一个五线谱 他就一模一样唱出来 像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音乐家当中 哪些也是有绝对音高的 他的比例大概会有多少 像周杰伦啊 就我们比较认识的周杰伦 他的绝对音高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呢像古典音乐家莫扎特 他的绝对音高肯定非常厉害 然后相对厉害的音高 要一万人的一个 那就要万里挑一了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 我就是特别有天赋 那你本人是有的吗 没有 我只有相对音高 所以你跟他相比的话 还略逊于超 差很多 除了没有他这个绝对音高之外 我还没有他那么强的记性 他真的是学一首新的曲子 他的手还没熟 他整首谱子已经在他脑海里 手是需要多练才能练书吗 然后他每天都多练 多练慢慢就熟了 所谓的天赋 其实我们在他身上就看到了 就是绝对音高 那命运得到了他确诊了之后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很好 我也能够听到很多 人家听不到的声音 包括电流声音什么的 我就觉得说 我的孩子应该听得也很好 而且他在我肚子里 我一直给他做台脚 除了上课之外 我还自己就是弹琴 然后当时也觉得 他也能跟我互动 他也会动啊很开心啊 就当时就想着 他出生之后 就是一定要好好培养音乐这方面的 我们是最早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听力不通过 然后呢我们就满月之后 我的第一个月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月 一直在复查 复查到第五个月 我就转院了 我就觉得一直都是不通过 肯定你是搞错了 就换了一家医院检查 就真的是确诊了 确诊他是为大前庭 导致管综合诊 然后呢医生就跟我们讲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 完全没感觉 我完全没有感觉 就是已经是这个感觉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脑子是一变空白的 是医生跟我们讲的 你们可以先带朱丁器试试啊 然后呢我们就赶紧联系了 朱丁器医生 然后就给他验配了两支朱丁器给他带 带到一岁 一岁开始之后发现 他开始会访说了 比如我说宝宝 他就宝宝会学我了 我好开心 我觉得说终于会发生了 但是正好在那一周就摔跤了 他这个病是不能摔跤的 正好那么一摔摔得很重 就把他听力全摔没了 就是摔得那个带朱丁器的效果都没有了 把音乐开啊 最大声然后放到他耳朵旁边 他完全是这样的 没感觉的 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说 完了 要做耳朵了 耳朵就要开刀嘛 那个比我当时是给他确诊的时候呢 更难过 确诊的时候 因为毕竟我们啥都不懂嘛 啥都不懂就没有想那么多 那当时要去做耳朵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一天是我哭得最大声的时候 就当他确诊那个时候呢 我还不会哭啊什么的 但是他摔跤那一刻 我就知道做手术 我都哭得很大声 我就怕手术都是有危险的 因为做手术要全麻 并且开刀嘛 然后还要一个月的修复 第二就是说 因为做手术很贵 很贵 当时也没钱做 我就赶紧联系了 我所在的那个基金会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在基金会里面的 我是帮助那贫困商区孩子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这边有困难了 我们整个基金会 所有的家人都要帮我 帮我扒起募捐的一个活动 然后当时很怪 就是说四天就筹到了 筹到蛮多钱的 就是基金会一半 然后呢 我们这边自己亲戚朋友 全部凑过来一半 像做这样一个耳窝 一对的话 大概要花多少钱 因为太贵 我们就只做一支 当时做那支是三十万 当时不懂 可以同时做两支 因为同时做两支的话 效果会会更好 因为你要是长期耳朵 听不见声音 它的听神经会萎缩 如果听神经萎缩了 那么这个孩子就只能听见声音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理解不了 所以他们做完耳窝的孩子 都要去参加康复训练 所以这个耳窝的康复训练 大概持续了多久 我们从两岁开机 到总共满满三年 它的康复就分两种 一种是理解能力 理解认知 另外一种就是口齿发音 大部分这样的孩子 他可能发音会有点问题 多多少少也有点不清楚 他到三岁的时候 虽然会说了 也愿意主动说了 但是别人听不懂 我就觉得那没有意义 你说的再多 人家听不懂 那跟你沟通起来太费劲了 人家也不愿意跟你说话了 怎么办 然后我就去给他找了一个 专业的专门口齿矫正的老师 他只花了一个月 就把很多发布了的音 发出来了 然后还另外请了一个老师 就专门教他理解认知 好 我们开始做看头说话 所以当时呢 就请了这样两个老师 然后就被很多这样都看到了嘛 然后就说 他们家怎么这样子 就康复得这么频繁 这样上课 反正各种声音都有 面对这样声音的时候 你跟你老公会有矛盾吗 会互相埋怨 吵架之类的 我们俩在这方面是一致的 非常的一致 我们俩都认为话一定要说好 然后理解能力也一定要弄好他 不然你就康复没用了 就康复出来 你还是人家一听 就知道你是一个 听力有问题的人 然后现在也基本上 达到我们的心理愿望了 就跟他聊天也听不出来 他是一个有听力问题的人 我们就自己全部赚得进去 全部都投入他的康复上去了 所以是把家里一家一当 都拿来为诺诺 对 所有的 花了很多心血 对 那个时候老师天天就教我们 说在家怎么教他 就读各种绕口令 讲故事 通过绕口令来断断他舌头的灵活度 要经常地跟他说话 就像一个很啰嗦 很唠叨的人一样 吃个饭都想 你现在要吃什么呀 觉得这个好吃吗 是甜的还是咸的呀 你要吃瘦肉 是吃肥肉呀 在讲的过程中 是要有益地输入一些 有对他有帮助的词 对 那这等于他其实跟你的相处 你也就像时时刻刻的一个 康复老师的那个状态 对 我就是跟随老师的脚步 看着老师怎么教 回来我们就怎么教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三年的康复之路 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辛苦 我觉得事情辛苦的 但是非常的值得 我庆幸我有那么那三年 也非常庆幸 及时地做了我 如果那一次没有摔跤 可能我们还一直助听器 很顽固地带着 但如果他当时 一直带着助听器的话 他可能话都说不清楚了 其实让师聪的孩子 能够说话那么清晰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 同时还能够演奏 已经是八级水准的曲目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那你觉得在这方面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育方法 能够推荐给大家呢 在三岁半那个时候 他理解的力量非常的差 那弹琴的时候呢 你肯定要听得懂老师讲什么 才能做得到 那他很多他不懂做 比如说弹琴这里要轻一点 那你要弱一点 他不知道轻而弱是什么 他不懂轻而弱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是这样子的 我首先在钢琴上弹给他听 然后呢站在他身上 肩膀上背上手上都弹 强是什么弱又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模仿我 他学琴你要说比其他小朋友好 其实又比其他小朋友要 真的辛苦很多 真的要难很多 尤其他弹的曲子 因为越来越难了 他接触情节越来越多 然后他的耳窝就会分辨不过来 分辨不过来 尤其就两边的最两端的情节 他听起来是一堆噪音 他即便他有绝对音高 他到这边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就对他来讲 就是一堆的乱嘛 噪音的 所以当他弹一首新的曲子 然后弹这边的时候 他会花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 至少花一周的时间 才能去把它练书练队 但是只要在中间呢 他当天就给你全被完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说真的学音乐一双 好耳朵太重要了 那其实听到很多 就是教孩子弹琴的父母 都说哎呀要打 要打呀要骂呀 你赞同吗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 有时候真的是得打 但是呢你不能经常打 而且就是说 经常打他孩子 他就会有逆反心理 所以呢更多的是 跟孩子好好沟通 那我做的最多的就是 当我对他发火 甚至是打他的之后 我一定会让他开心地离开情房 我不会让他带着哭腔就 就停止今天恋情的时间 就是在整节课里面我陪他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一定会开开心心地 结束今天的恋情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让那个不快乐 在情房里面就给他心消失掉 孩子真的是需要家长好好地陪伴 而且呢做任何一件事情 还是要坚持下来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也都是魔鬼 那肯定会让我们很生气 让我们很崩溃 但是呢我们也学会调节 然后调节坚持调节坚持 慢慢哈记就好了 要培养一个孩子成才 天赋加努力加方法缺一不可 我的妈呀 遭遇生命重创才知为母则刚 林先生说拼命不通过 赚了钱 全部都投入他的康复上去了 柔坐肩膀托举孩子向梦飞翔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一定会去好好地用心地去培养他 能够创造这个时机 走过阴霾的他们 将美丽的遗憾变成命中的馈赠 在爸妈妈妈心中 你强大地像超人 我的妈呀 了不起的妈妈 用爱汇聚 冬日暖阳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 人群中压力值最高的群体 是患有慢性病 或先天腺疾病患儿的妈妈 九年来 季丹的生活 就是在这种重压下度国的 但是她却在重压下 释放出了强大的力量 用果敢与智慧 唤醒了女儿的天赋 并为她铺就了一条 通往梦想的音乐之路